我是鄭鴻怡 嘿 和你最会来开讲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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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鄭鴻怡 欢迎收看今天的报道转世界 那也是收听了 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大家的老朋友 財讯文化事业的董事长老谢 老谢你好 各位听众 大家晚上好 老谢来董 大家喜欢听你对国际局势的分析观察 先来看中国好不好 你看中国 现在的经济是什么 中国的经济 未来的科研很大 我一开始我跟大家讲几个数字 这个大家可能会比较容易听得懂 第一个就是说中国现在房地产 隆重的阶段 差不多60兆左右 60兆美元 60兆美元 中国的经济总量GDP 差不多18兆 18兆对60兆 所以说美国的房地产的价值 顶其是GDP的1.3倍 中国现在3.3倍你知道吗 所以说美国是 是花超过可以印钞票 中国不能 所以 如果你从比重来看 中国房地产 现在开始下跌 跌到最后修正 应该 你如果比照美国的话 他应该会升到24兆 这是最科学的看法 怕死了 现在说在过去这30年 嗯 大家都看好中国 贬低台湾 我今天一早就看到有人 穿林宗斌的文章 签光布 他就说 这个 中国一直24小时到中国 然后看到中国的变化 你说对通关开始比较多了 然后来到饭店看到欧商的卖场 这么繁荣 比台湾大很多倍 然后来到餐厅点餐 他说这个 扫描一下QR Code 马上这个 位置再录 然后来点餐就 几秒钟之内 就完成 啊 再来 他就说 中国已经改成数位货币了 都不要用线钞嘛 他就 眼中看到中国的进步 所以再来到边 对中就说 台湾 年轻人都跟他说滷肉饭 结果 他说中国年轻人都在说 数位化货币 他就用那个来比 台湾跟中国的差别 越差越远 所以他说他退休 这个 未来交给你们年轻下一代 后来查证 那篇文章不是他写的 所以我就说 用人中兵 假讯息就对 假讯息 所以说 台湾这几年来 台湾 这个是认知作战的一种 比如说 在网路的世界 我经常文章也去用 用假冒的 用我的名字 这个 现在经常发生 但是 这里面可以看出一个 一个状况 比如说 我们这二十三 二三十年以来 台湾的社会 台湾的民众 都非常看好中国 非常看好台湾 就是形成一个 非常巨大的落差 所以我就说 从现在这个时点来看 中国的经济 开始 会发生 很大的变化 像中国就是房地产 这个房地产 会发生什么的变化 跟影响 我们用日本的例来看 就是说 1980年的时候 日本的GDP 它经济总量是6.6兆 经过三十几年 和既年危机 日本的GDP 变化5.1兆 它6.6变化5.1兆 就代表这三十年来 日本不但没有增加 结果它又減少了 这个 当然这个情况就严重了 也就是日本的泡沫经济 在过去三十年 日本常说 输了三十年 这个输了三十年 其实香港大变化就是房地产 奔叠 你说当天 香港好的地方 譬如说 一间房 一亿日币 等到泡沫 调整的时候 一吞2千万 结果日本人去银行 都总就 8千万 8千万 你现在 房地产落到2千万的时候 你总是把它卖掉 你又缺银行8千万 你现在 譬如说 日本人 在往后的三十年 他每天都在乘钱嘛 所以日本人都在还钱 大概还到25年 乘到这几年 日本人 不敢就钱了 企业呢 现在现金比重 非常高 就说 这代表三十年 日本的 经济的条件 日元今年 大幅贬值 结果日本的GDP 现在存4.93兆 你现在越来越久嘛 所以我说 你现在的改端 一本开始反省 就说你看 日本的股票 这次创33年新高 东正创历史新高 一本很多股票都起到 不得了嘛 那这个代表什么意思呢 日本在地缘政治当中 日本开始 反起来了 一本肯定代表什么意思 中国经济要下去了 所以 中国的条件 现在才正要开始 所以我说 他最近这礼拜 你看恒大 他的债务协商会议 破局嘛 今天股票就有十多% 你知道 我用恒大的例子来讲 恒大的股票最大是 35.5人民币 港币 它在香港最大 相差跌到0.25 今天是0.45 所以 就是几十四万 恒大 那地产以外 恒大物业 它是做物业管理 恒大物业是19.74 相差跌到0.53 现在就0.58左右 恒大汽车呢 对七十澳 还四毛五 今天 存 0.78 所以这三间公司 高票的价值 差不多200亿港币 可能不到 但是恒大缺多少钱 恒大的资产负债表 裡面的负债是2兆4376億 人民币 所以恒大的债务 只有表定负债 超过阿根廷的外债 一个国家 所以他叫债可敌国 已经跟俄罗斯差不多多少 除了这个以外 恒大还有三千亿美元的债务 美元债 就美金 结果差利率是8.75到9.5 这很高 第三个 恒大理财商品 最近恒大的理财部门 当主任去用收铁 去用铁铁铁 大概将近一兆人民币 所以恒大算了 差不多将近四兆 可能在四兆人民币左右 四兆人民币 结果你股票成200亿 那个公司 还有存在的价值吗 没有了嘛 就是说 我即便清算 把股票卖完 也不足以繁债 这个类似恒大 从毕贵演员开始 叫掩阳集团 融创 家造业 我可以念30件公司以上 那些公司 其实 他虽然还活着 但是跟死的 没什么两样 那这个情况 就跟一个人身上 涨满了癌细胞 理论上癌细胞 要割掉嘛 才有 才有办法去治疗嘛 但是 中国现在房地产的行为 他们都不能抵抗了 不能抵抗 每天就突然了 那这个就是 衰生有死啊 这个对中国经济来讲 其实 这是未来的零食啊 反而对中国经济的调整 会带来非常负面的影响 所以这是说 你现在所看到的 中国的房地产 未来 10年 20年 30年 这个是 中国在未来往前走的路上 一定要面对的 困难跟挑战 所以 这样看就是 你现在如果看中国的这个 我们刚才说的日本 我再用一个数字 来给大家 来说明 1985年的时候 中国的GDP 3000亿美元 到1989年的时候 中国过了1兆美元 那过1兆的时候 今天中国变18兆 1兆变18兆 就等于1989年到现在 就30多年的时间 中国的GDP 升中 17倍 这个是人类历史上 你从来没看过的 奔驰 就是说中国用 跑白米的速度 飞奔了30年 这30多年 人类历史上 你从来没看过这样的一个 快速经济成长 所以我说 你看 1989年中国的GDP 超过1兆美元 日本是6.6兆 对吧 结果日本到这时候 变5.1兆 变4.93兆 结果你中国 中国现在18兆 18兆 18兆 所以我们经常 你看林毅夫 经常在说 他说中国经济 最后一说是 50-50 再来50-50 现在50-30 再来50-35 现在听说50-50 他在说 中国的GDP总量 会超过美国 也变世界最大 对 那我的想法 我认为 连门都没有 搞不好 中国就变美国的一半 那如果 中国变美国的一半 就差不多12兆 12兆 我们如果从这样看 未来有一个地方 会变成 有一个国家 会是中国很大的挑战 就是印度 印度现在14兆 就已经靠 印度的GDP 3.17兆 3.17兆 大概就中国的六分之一 那我的看法是 印度如果十年以后 也许印度在十兆 中国可能十二兆 两个可能在伯仲之间 所以我说这个世界 一定会发生 非常巨大的变化 所以 你看到这个GDP的总量 不一定 永远只会成长 不会衰退 所以如果中国的房地产 有什么三长两段 对中国来讲 他这个是房地产泡沫 他最怕重蹈日本覆车 那会不会重蹈日本覆车 以他现在所称奇的经济的规模 比延远大过日本很多倍 所以我想 中国在这个泡沫经济的调整 他一定跑不掉 那泡沫调整之后 中国还面对几个重大困难 一个就是要去杠杆 也就是说 你不能 198前为什么放过经济三十年 因为日本人就最多钱 所以企业也借钱 個人也借钱 中国现在更严重 所以 现在大家一定要去杠杠 比如说 现在你看到 中国印很多钞票 现在不断的在降息 但是大家都不敢消费 不敢消费 为什么 到今年7月 中国的年轻人失业率是21.3% 北大副教授张丹丹讲说 实际应该46.5% 你46.5% 中国的年轻人16到24岁 这个年龄层有9600万人 9600万 如果按照46.5% 等于失业的人最少4千万 4千万 但这个是很可怕的 那 如果从年轻的失业再看 现在90后 一公 就1990年以后出生的 他说 这里面有1亿2千万人 平均 有86.6%人负债 现在陷入债务的压力中 平均一个人负债是12万人民币 比如说 少年人 现在也都是负债的状况 这个就代表整个社会 看起来压力沉重 再来就地方债 地方政府现在没钱返债 全中国都是这个样子 所以 如果以这样一个发展的态势来讲 我刚才讲 类似 那个假的林中斌的文章 其实告诉你 中国多美好 但是 你看有一段时间 大家讲 整个中国 到处都是在大兴土木 都在建设高楼大厦林立 但是后来你发现 包括高铁 高铁 我后来看到像贵州那种 比较偏僻的地方 他也都盖高铁 盖的时候 你看中国的 这个高铁的路往 非常没力 理论上来讲 这重大建设 好像是不错的 但是 你后来发现了 这个高铁都没人做 现在中国的高铁 一年大概亏500到600亿人民币 这个就告诉你 这个还是国家长期的财政的负担 所以你这些 这个洞不断的在扩大的时候 当然你就麻烦了 那再来大概就是 中国的这个 现在老年化的问题 有一胎化所引发的 这个人口老化 大概有报导讲 纽威斯报最近在讲 他说到2035年 中国超过60岁以上的老人 会超过4亿人 他说中国会面临一个养老金枯竭的问题 比如说台湾你看 我们在小银刚上任的时候 在推年金改革被骂死了 有时候你现在 大家领的退休金 超过上班的人 中国现在很多退休的人领的钱 比年轻人多很多 这个最后国家财政一定会面临很大的困难 所以我讲的 你从房地产泡沫到去干干 然后高失业 然后高失业也有引发的低消费 然后再到地方债 然后再到人口老化 少子化老化 然后引发养老金的枯竭 这一连串的问题 我相信中国未来都很难收拾 他的地方政府都是不会土地 你筹钱 该卖的都卖光了 能卖的都卖掉了 而且以后如果房地产真的下跌 如果即便他还有土地 他也没有办法筹到那么多钱 那华为说最近他们 突破了美国晶片的围堵 这到底是真的可以 现在你要看华为因为资讯 不是很充足 所以还有待观察 但是我用另外一个角度来讲 就是说如果华为的手机卖得很好 第一个华为工链应该不错 第一个指标是 因为华为他讲到七奈米 七奈米是中芯国际在生产 理论上中芯国际股价会大涨 对不对 但是中芯就涨一天 大概到目前为止都在20块以下 今天有价19块8 那看来中芯没什么涨 另外一家华虹股价一直在跌 而且跌得很惨 他已经从57块都掉到 大概十几块了 那这个股价也没涨 所以晶片那些公司 股价没什么动 那第二个呢 如果华为的手机卖得很好 那我们可以回头看 像顺义光学的 做相机镜头模组 因为相机一定要用到那个 光学镜头 光学镜头做最好是顺义光学 顺义光学去年股价最高259块半 我看今天剩价55块6 55块6是创新低 你现在想 你说你手机卖得很好 这个相关供应链 这个秋泰跟顺义光学 股价都创新低 这个绝对就不寻常 所以我想 老谢你先让我打个岔 我们现在访问的是 这个财险文化事业的董事长老谢 那老谢 刚刚谈到中国的房地产 这可能是带动整个中国 接下来可能几十年 泡沫的这个崩溃后的调整 也就失落了30年 那老谢刚刚谈到就是 我请教他 华为真的在7nm已经突破了吗 中国的晶片突破了这个 美国的围堵吗 那他从相关的股价来看 其实没有 反而下跌 所以你的判断是 现在这样就是说 华为就是他大张旗鼓说 他突破7nm 美国也很高度关注 所以他把华为的手机拆解了 那现在大概可以发现就是 他是用老的DUV的曝光剂 去生产7nm 现在量力听说不到50%了 所以这个可能他有出来 但是可能量不大 所以量不大 类似顺移光学股价没什么涨 这个应该是一个主要原因 那因为中国在资讯管制上 不是那么透明 所以我们也无从得知 它实际的状况 但是我想 在今年我们看7月份 在国际上对中国的半导体的封锁 有三个连续大的动作 第一个 河南的艾斯莫 现在连DUV他都限制 他从EUV就是极脂外光曝光机 现在到深脂外光 DUV就是说 从先进制程到一般制程 成熟制程 他设备都不准卖 所以这个是杀手箭 那第二个日本宣布23项化学材料 也不准卖中国 这个就是说 上次日本修理韩国就三项 韩国的有没有帮位 他就很惨了 对不对 那你这是23项 你更难 那第三个 美国现在限制AI晶片 卖给中国 包括现在量子科学 美国相关的金融机构 也不准投资 那这个三个下去 其实已经把你烟火都守住了 所以 中国现在用举国之力 希望翻身 这个其实从2000年到现在 中国都用国家的钱去补贴 发展半导体 但是力道有限 那这个当中 其实有一个比较大的关键 就是说 他在党的体制里面 其实 第一个呢 半导体是国际协作下 日本的化学材料 然后荷兰的曝光机 美国的技术 都国联军 大家把它 一个总会嘛 那你现在 这是一个在很民主机制当中 比较可能产生的产业 那你中国在一个基权体制里面 你就很难发挥了 所以我上次 他说 他们 要重要开会的时候 他就被 就被排除了 他也不信任他 所以这个就 你看到中国在发展半导体 他有一定的路障 所以2000年到现在都没有能够得逞 那半导体呢我想 为什么对半导体对台湾很重要 我最近一看再看 如果华为真能突破 那台湾就很小心 为什么呢 最近当然在想 你看今年啊 中国现在在讲说 两岸呢 有可能把那个EQFAR就停掉嘛 那停掉 其实我们如果 就仔细看内容 比如说 我们 如果以去年的情况来 台湾已经连续两年 以半导体为主的电子零组件 出口到中国都超过1000亿美元以上 去年多少呢 1160亿美元 1160亿 其实以半导体为主 这当中 台湾每一年对中国的顺差呢 现在大概1000亿美元上下 这个顺差就等于半导体出口到中国的 这个金额嘛 所以半导体对台湾是命根子很重要啊 那你知道 我们单单半导体就1160亿 其他你可以稍微想象 石化产品 这个有EQFAR了 大概去年64亿美元 那机械呢 大概38亿美元 其他的 你看到这个 幌制啊 大概五一六千万美元 不多啦 所以你把EQFAR相关的 这个清单啊 你仔细看一下呢 没有超过200亿美元 这个没有超过200亿 跟1000亿 1160亿 就等于1160亿的尾数嘛 所以EQFAR真正来讲 对台湾影响不大 嗯 如果EQFAR你把它去掉 也不会怎么样啊 所以我说EQFAR存在 就是两岸的期待嘛 啊你如果要把两岸期待割断 对台湾来讲 可能有一些产力比较难受啦 但是 对台湾的 大的经济架构呢 它没有什么影响 嗯 那我们一定要 要了解 美国这次经验法案出来 其实它间接也在保护台湾 也就是说 在 过去二十年里面 我们看到很多产列的 凄惨的产喔 它为什么变产列 一个呢 最有代表性的面板 嗯 你看到许文宏在 2009年的时候 有一天开电视 开 开记者会 他说面板是百年以来最好的产业 嗯 他非常开心啊 但是到2014年的时候 他就韩列啊 就把七美卖给了群创嘛 嗯 那他就退出了 所以就代表 这个面板喔 杀到最后 你看韩国的三星LGD啊 最后都收起来了 嗯 那这个就告诉你说 中国用国家补贴 可以把产列打到稀巴烂 那这个面板是一个最典型的代表作 另外一个呢 大概就LED LED到今天为止啊 都没有起来 那最惨的 台湾最惨的是什么 太阳能电池模组 嗯 你知道有一家公司叫逸通 那时候也是 股价最高1250 嗯 后来中国一杀过来的时候 他股价变 下市变壁子 嗯 这个产况到今天为止 我们台湾的 太阳能模组的产业呢 到今天为止还是惨淡经营 好 所以大家了解 如果中国可以用国家补贴啊 能够撑起半导体产业的一片天 嗯 假如说我们现在出口到中国的1160亿突然消失 嗯 啊台湾怎么办呢 这个就台湾最重要的安全屏障 所以为什么台积内叫护国神山 嗯 半导体对台湾的重要性啊 不可原意 所以这一次呢 在美国的晶片法案之后 这个这个 杀手剑出来之后呢 我相信对台湾来讲 这是好事啊 嗯 所以我想 我们还是要持续关注中国在半导体产业的发展 如果中国半导体能够突围 那台湾相对危险的 就是大家要高度关注的事 那你看美国的围堵成功吗 美国的围堵基本上啊 到目前为止全世界很少能够脱离美国的掌握了 嗯嗯嗯 上一次 美国对日本的半导体动手 你知道1986年的时候呢 日美美日半导体协议 嗯嗯 第一个呢 美国开始对日本的半导体课关税课100% 嗯 韩国三星那时候只课0.74% 啊你100%对0.74你闻死的啊 嗯 就是一个啊 嗯 所以后面你你你就可以感受到这压力有多大呢 你可以看到 这个 美日本半导体在1986年以前 日本的晶片出口占全世界60% 嗯 日本的低润占80% 日本称霸全世界啊 嗯 嗯 那美国被他打的肉啊六个包括英特尔那些啊都是苦不堪言啊 最后美国的那些 相关半导体公司啊 跑到白宫去请愿 他们拿了日本电晶体收音机啊把它炸毁 嗯 就要求美国要 对日本要受限 所以 受限从这里出来 所以你知道当年 富士通啊买了fail chart大概80%的股权要合并了 美国政府说不行 又叫他把它吐出来 所以他整日本是整个构产 所以日本就 在那个十年之内啊 日本的半导体产业从此就 节节败退了 嗯 所以你就知道 台湾跟南韩是因为 美国去修理日本 所以台湾跟南韩的半导体起来了 所以 1986年是美日半导体协议 台积电的是1987年建厂 嗯 所以这个时间呢 你就知道这个是 大概从一个时间 台湾跟韩国的半导体 因为日本下去了 嗯 台湾跟韩国上来 那这一次 美国去修理中国 我想 他有一开始啊 是限定黑名单啊 你就是 包括 中芯那些啊 都 都列入 限制名单 然后呢 他开始一步一步升高啊 你就知道 原来从 这个 高速音算晶片 再来 先进制程 他是进了 现在连成熟制程也进 那美国对 中国另外一招更狠了 就是他 宣布 美国商务部宣布啊 凡是持有 美国 护照的美国公民 不得在中国 半导体公司上班 那这个时候 你就知道了 这个杀手件是很可怕的 所以 他在宣誓之后呢 你就知道 类似高取钱跟 蒋上益 他们就在第一时间辞职 他们是拿美国护照 所以这个大概就是 你就知道美国这个威力是大的 所以我想 在美国现在 他不断的在补破啊 他发现有漏洞 他就补啊 所以我相信 中国要突破美国的轰索线 有一定的困难 嗯 那 这个 像AI的浪潮啊 从华人勋来到台湾之后 不得了 你看这AI的浪潮会继续吗 AI现在在大时代的方向往前奔驰 这个将来他能够发挥到多大的 还要再观察 但是现在像林班里 他们都已经认定 这是未来 对产业发展非常重要一个新的主流 我们大概可以观察 在过去的十年当中啊 凡是他会成为 这个整个世界的发展的主动卖 大概那一家公司啊 股票市值会超过一兆 比方说在过去一段时间 从苹果开始 手机 所以苹果现在最高到三兆美元 那接下来就微软的软体 他过了一兆 现在最高两兆五千亿 第三家那是Google Google在收信引擎也是一个时代的先驱啊 所以他现在一兆五千亿左右 然后呢 这电子商务呢 最具代表性 就是亚马逊 所以Amazon也过了 现在是要一兆三了 美国自私家公司最有代表性 那后面是谁呢 后面是大概2019年的时候呢 Tesla 到了一兆两千多亿 就是电动车 所以电动车 现在Tesla 下来一点大概八千亿左右 那第六家是什么 第六家是Meta 就是FB 他在宣布原宇宙的时候 一次冲到一兆啊 对不对 那现在大概七千多 所以这个就是说 你像这一次 NVIDIA呢 是美国第七家 过一兆美元的公司 那过一兆美元呢 它也是一个历史上新的里程碑 所以如果它能够站稳一兆美元 我想 这是新的 产业革命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开端 那我想 这个NVIDIA在今年是 应该是 时代风云人物 也是风云企业 所以我想它 AI的革命啊 从这个地方 开启 那对台湾来讲呢 我想台湾会变成AI相关的 硬体制造 非常重要的生产基地 为什么呢 在美中角力下 因为你 AI的发展 攸关未来的 资料尺寸 跟运算 运算法 所以台湾现在 主要负责伺服器的生产 这个伺服器里面呢 你只要含有中国生产的零件 那美国都不准用 所以我想 台湾有一个得天独厚的优势 就是AI的相关硬体供应链 会在台湾承受 所以你现在看到 像鸿海有一段时间 也在吵说 它是这个 资服器最大的生产商 那生产商 它最重要是在工业互联 那工业互联 基本上只能就近供应 中国的市场 它不能够卖到 台湾跟美国相关的公司嘛 就市场 所以台湾这一次 在AI的大的浪潮当中呢 台湾会成为全世界 非常重要的受益者 所以 在这一年 你也可以看到 黄润勋那次5月24号 到台北来 那他 那个晚上就跑去 饶货街夜市 逛夜市嘛 所以他逛夜市那个店 现在饶货街夜市 听说是一个 热门的打卡的景点 那从24 来之后呢 他到26号 又去台大 毕业典礼 去致死嘛 那个都引起台湾高度 媒体的关注 然后再隔两天 我家那天87耶 那套上去之后呢 广大 一口气最高到多少 280万块半 所以 这是一个台湾在AI当中 非常有趣的传奇 那 大概类似 就是台湾做伺服器 现在广大最蠢 他最有核心优势 那技嘉有技刚 那伪创有微影 然后光宝科也涵盖在里面 所以我想台湾最少有几个 跟伺服器相关的公司 在里面 你看连那个机壳 那个银帮 股价涨到600多 秦城涨到200多 所以从伺服器到伺服器的机壳 然后现在呢 开始到散热的相关的公司 也都受到市场高度关注跟重视 所以我想 在 区隔 这个台湾跟中国之后呢 中国的市场被排除 我相信台湾的供应链 会有相当大的机会 这是台湾下一个产业革命里面 非常重要的焦点 如果说美中的对抗 然后美国唯独中国 这个是台湾的机会 还是台湾的挑战呢 这是台湾的机会 所以你就知道有很多的供应链 你如果从中国很强大的 你千万不要引起风 我现在在观察下一个 血流成河的产业很可能是电动车 所以你就最近注意到的 这个电动车啊 中国从比亚迪开始到未来联想小鹏 这个已经到一个战国时代的鸿海 第一个中国的量非常大 第二个呢中国的杀价非常惨烈 现在杀到现在为止除了比亚迪赚钱以外 其他三家都亏得一屁股了 那这种用亏损补贴 现在其实欧洲已经开始伤到裤头了 你就最近注意到 德国对中国态度很不好 为什么德国的汽车已经被中国杀过来了 就是说原来德国杀到中国 现在中国再杀回来杀到德国 欧洲现在被中国的电动车市长 血洗一遍 这个大家都苦不开言 也就是说中国用国家补贴 用价格的杀入 把你的整个产业完全垫覆破坏 这个在台湾其实我们已经忍受很多年了 台湾很多产业都是被中国杀到屁股了流 那现在欧洲开始藏到裤头 那我想在这段时间 你也看到欧洲的对中国的态度已经改变了 也就是说当年台湾所面临的压力 现在其实在欧洲很多国家都受到相同的考验 所以我想在整个国际的外交体系当中 欧洲原来跟中国是眉来眼去 美国怎么欠都欠不了 但现在你发现欧武战争之后 现在欧洲大部分的国家都跟美国站在同一个阵线 所以我想这是一个在经济上所创造出来的一个 这个原本欧洲车卖到中国 现在中国车卖到欧洲 大家被他杀的屁股尿流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看到产业生态里面 大家一定要高度关注 比方说你现在鸿海一方面 他是苹果供应链的代工厂 但是力讯不断的在崛起壮大 那另外方面鸿海来AMIH已经有四年多了 但是我们也没看到他有一部车亮相 那我想他出来就会面对中国的电动车 现在所形成的价格杀戮 那到底鸿海如何在这样的一个 这个价格杀戮的鸿海当中脱颖而出 我想大家都睁大眼睛在看 是 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财讯文化事业的董事长 老谢谢金河 那么刚老谢讲到这个中国的电动车 中国现在宣传高很大 就是说他已经是全世界出口汽车最大的国家 这事实 以量数来讲 可是那个是用补贴换来的 所以欧洲现在惨了 那 这个老谢提醒大家 就是说接下来可能会 水流成河的产业是 这个电动车 不过中国怎么有那么多钱可以搞补贴 这个补贴在很多产业 他一直都是一贯的手法 所以我刚刚讲 从面板到LED 然后再到太阳能电池模组 现在到电动车一样 但是我最近特别看了一下 你如果长期没有核心竞争力都不会赚钱 靠补贴 你只有一时会抢 但是不会永远都抢 所以现在中国到最后你会发现 中国电动车最后真的有竞争力的 就比较低 所以你最近看到 这个联想 这个理想 小鹏 未来 其实他们都亏五六十亿人民币以上 亏一百多亿 这种你长年的亏损 这个你怎么受得了 所以最近我们大概看到 未来现在还生产手机 所以他无手不包 这种无手不包 为什么中国在发展半导体 拉不起来 就是说 第一个很多人去成立半导体的公司 后来有人在讲 连卖鱼的 这个零售 从头跑来 申请要设半导体 为什么 我只要申请半导体的项目 我可以去领国家的补贴 所以很多门外汉 他就冲着国家有补贴 他就跳进来 跳进来 他也没有一技之长 所以 最后你会发现像武汉弘兴 讲商议每次讲到这个都叹气 为什么 他物上截传 就是说那个老板今天搞不斗产的 你现在搞那么大 最后都是去国家搬钱 搬了钱就放到口袋 他也没有真的去 好好去落实半导体的生产制作 那我想 中国类似这样的弊端 其实非常多了 这个时候 这种集权专制体制 我们大概也会想象得到 我刚刚特别跟大家讲 像中国的房地产工 像恒大这些碧桂岩 台湾房地产最会借钱的叫新武 他大概借1730多亿台币 中国那个房地产公司 大概前十大 都超过一兆人民币以上的负债 这一兆你从来 都是到银行去搬钱 你说他真的有赚那么多钱吗 没有啊 但是他规模很大 规模很大 这个钱哪里来 都从银行搬来的 所以大家就靠关系 然后呢 用政商的力量 然后把钱弄到锁 所以这个就是说 中国在未来的发展的 这个你科技 含金量不够了 所以你说中国很强 但是美国随便掐你 一掐你就死了 这个就是高科技的含金量不够 那中国现在靠房地产所支撑起来的这种经济总量 你最后你还是撑不住的 所以我想这个就是你现在看中国的经济 你面对了一个大的发展 也就是说中国在这个地方 我上次大概提过 中国现在最需要的不是大张旗鼓去恐吓人 不是战狼 理论上应该是休养生息 跟全世界叫和睦相处 不要再大动干戈了 所以两岸把它搞得这么紧张 对中国其实是很不利的 所以美国当然会在两岸的议题上不断的再加码 美国加码对中国压力当然就更上升 那这个就是说中国现在已经 没有办法再撑起这种大的这种补贴了 如果你再继续补贴 国家那个钱一直在虚耗在没有效力的地方 那我想中国的经济的会呈现更大的问题 所以这个就要你要去看了 企业的发展它最重要就是它有全球竞争力 今天你看到苹果也好或是微软也好 他们其实都有很强大的获利 他赚一年赚几百亿美金 这个就代表他的实力 台湾能够有今天就有很多人唱出来台湾 我们的企业能够变强变大 是因为你有很大的获利的成长做获盾 如果没有获利股价撑高高 最后一定会变泡沫 最后你的杠杆一定会断裂 所以我想中国现在所面对的问题也就是说 中国过去靠一贯的这样的一个补贴的政策 如果企业没有办法在国际上跟人家竞争 那我想中国经济后面它会很大的滑坡 这个是他必须要承担的 那台湾今年的经济成长率不断往下修 修到现在只剩下百分之一点多 那股市呢大概现在是一万六千多点 那这个景气的谷底是不是已经到了 现在我们要看去年整个景气下滑 你要说到我们去年的九月是分水岭 在九月之前其实经济都很好 但是股价一直跌 九月的时候台湾的出口降到375亿 这是一个下个月大家要看 八月的这个出口公布了 我们大概373亿 我们还是衰退 但是到九月的时候 你有沒有能够高于375亿 就是台湾有没有真正从谷底 要爬升上来的态势 如果没有那大概谷底还很久了 那基本上我们到去年的九月 景气开始 因为美国升息全球的需求激动 你知道这个像半导体的成熟制程 联电立基电这个世界先进 他们也有开始大幅的衰退 所以衰退 我们到去年第四季 台湾的GDP 负得0.78 第一次被负得了 那第一季是负3.11 第二季1.3 那1.3大概到第三季 我们可能一点多 要到第四季 台湾可能会有一个比较大的成长 因为去年第四季是谷底 所以我想 今年台湾的出口 跟经济成长率的衰退 必然 为什么呢 很多人像郭董在讲说 台湾经济衰退 出口下滑 然后民不聊生 民生凋敝 这个话用太重 就是说 台湾今年一个全球出口都下滑 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幸免 因为美国已经把利率达到5.5到5.5了 未来看起来压力会更大 所以台湾今年 不太可能会交出什么向阳的成绩单 但是大家不要忘记 就是说 台湾在疫情的三年 我们表现可圈可定 我们用出口数字来看 就是2021年台湾的整个出口 有4460亿历史新高 那到2022年的去年 我们4796亿 继续在创新高 那今年 我们当然 因为台湾已经连续走到三年的大的成长 你知道 我们在2021年的出口成长是39%多 你从来没看过这么可怕的 那这个疫情三年对台湾经济来讲 我们是可圈可点 今年即便衰退 但是大家要记得 我们到8月为止 是2781亿 那我大概这样算过 有四转 今年台湾的出口的总量 会落在4218亿 4218亿 差不多 是历史第三高 你说台湾 像商业周刊讲说台湾出口 14年最差 我说这个话就讲的太夸张了 为什么 这个我们再怎么差 今年的出口 应该是历史上第三高 你说这个差到哪里去 他只不过因为前面一年 激期太高 那你激期太高的这个衰退 必然 全世界有哪一个没衰退你告诉我 所以大家都衰退嘛 那台湾比南 那我们去年的贸易是 还有524亿 韩国去年是贸易逆差 所以 大家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 我们表现 应该是可圈可点 那对 台湾的经济 经济成长率 我们在2020年的 第二季是0.6 那个时候也当低了 但是你知道 到2021年2022年 去台湾每个季度 都表现非常好 所以我们2021年的GDP成长是6.5% 那个是6.58%了 那个已经好到不行了 那去年还有三点多 所以我想大家如果从这个数字来讲 今年即便 副成长或零成长 台湾也没有差到哪里去 所以这个就是说你前面的激期 时代太高了 所以大家不要人赢亦云我赢 这个人家讲的很多空穴来风 乱指责 你说十几个衰退 我说你知道 我们在2018 2019 台湾的每个月的出口 大概都280 290 现在能够到370 380 其实已经很好了 那最高峰是去年的3月 435亿美元 这个其实跟 当年的435亿 我们衰退大概两成左右 已经算很不错了 那奇怪 经济成长率不是那么理想 我家里外面大家都一直跟我说 缺工缺工缺工缺无人 现在这个缺工其实都一直都存在了 一个就是说 现在年轻人对工作的认知啊 因为很多人去送餐嘛 那这乌博那时候 这个 大家会觉得那个送餐服务啊 比较自由啦 所以很多人不进工厂 所以这个 现在 这个 整个 产业 制造业其实 非常欠人 但是 服务业嘛 年轻人他可能 不想 被工作绑住 所以大家去找那种 送餐的服务业嘛 比较自由嘛 这是一个啦 那另外一个 大概可以看出来 就是说 现在像 疫情后 台湾服务业的调整 因为你在疫情的时候 有很多人裁员 那现在很多人不愿意回到你的工作的职场 所以大家都缺工嘛 那缺工以后 你薪水 提再高 他们都不愿意回去 所以这也是台湾现在面临的问题了 所以 在 这段时间我也跟总统报告 就是说 让他 其实要 强化台湾的技职交易 也就是说 如果我们 现在武专多一点 台湾的技职交易 比较健全 那我想 很多年轻人 他愿意重返职场 现在你说 大家都去读大学 大家都觉得 现在眼高手低的年轻人也不少了 所以这个就变成工作跟实际的社会需求 有一些落差跟gap 你政府在这个上头应该要有更大的魄力去改善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 台湾有在这两年 我觉得有一个现象大家非常注意的 我那天坐高铁一个企业老板 他跑过来坐我旁边 他说 他说以前 钱从中国要出来 成本是1%2% 他说到去年到今年初 大概7 8% 他说现在冲到12% 有些很难很难出来的钱 现在他们透过地下管道 那个成本 资金成本非常高 但是 租金成本越高 回来越多 你要知道 这两年从中国跑回台湾的钱 多到你无法想象 所以 你知道 台湾的股票市场现在1万6千多 1万6千多 如果今年这个产业景气不好 大家衰退 理论上我们没有这个能耐 站在1万6以上 但你现在发现1万6还站得很稳 为什么 钱实在太多了 没地方去 所以你看到政府打房 他用尽各种力量打房 但是你看到房地产房价没什么跌 因为他大房率是所有手段都用了 对不对 存房税 包括房地合一税 那个其实很重 但是你现在发现了 台湾的房地产 价格都没什么跌 那为什么 从大陆跑回来的钱实在太多了 所以中国的资金 这个也是我最近在跟大家讲一个概念 这个马英九总统最喜欢讲 很多两岸关系不好 台湾经济一定不会好 我说刚好相反 两岸关系很好的时候 你知道像2012年 陆客来台湾 一年超过600万 600万 你说台湾在2012到2015年 台湾经济很差很差 那为什么 他只有充量 你说观光客一年 陆客来600万 你经常会看到火烧车 然后餐厅 大家手位很低 品质很差 就把这个搞乱了 搞乱 但你现在看到 两岸关系很好 台湾经济为什么美好 两岸关系很好的时候 台湾的人台湾的钱会远远不绝 往中国跑 所以那个叫掏空台湾 那这三年 你看为什么疫情 发生的时候 台湾经济非常好 关键是吧 一方面 跑到中国的钱 开始回流台湾了 然后台湾这几年做了一件 做得对的事就是 在2018 我们把子农金当经济部长以后 号召台商回台投资 台商回台投资三大方案 总共1780一家的企业回台台湾投资 金额超过两兆台币 这个制造会在台湾深耕 是台湾再起 非常重要的关键 所以大家一定要了解 你在自己的土地上 你只有不断的去灌溉它 来耕耘它 我们这个土地才会真正茁壮 所以我最近 这个新唐人有一天 要我讲几句 对台湾这个土地的话 那我就毫不假释手 我说台湾就像一个 印语大家成长的母亲 我们对这个母亲 要忽悟悲致 让母亲身体健康 我说这个台湾好 你的子子孙孙也会更好 如果台湾不好 你的子孙会流离尸首 那我说不要再诅咒台湾 我说你如果不满意 最快土地 那请你离开 我觉得你要去哪里都没关系 但是如果两只脚要在台湾 要扎根 要生长 要生存 我想要用你的心 来爱最快土地 爱台湾 我想台湾好 你的世世代代子孙 都会好 那你朋友郭台铭也算到底吗 我也不知道 我看起来他的民调越来越低 看起来 对他来讲 我相信这一局 他原来本来以为他自在必得 但是 没想到最后的结局是这样 我想 对他考验应该是大的 最后一个问题 你和賴副总统也很适合 你怎么观察这个人 我想四个人当中 我觉得 第一个 我 我 我认识那副总统大概从1995年 他有一次 他当国大代表的时候 我到IMC 泰兰IMC 工商的团体 去演讲 他来听演讲 一般政治都来打个招呼就走了 那一副是 从头 听到尾 那个时候 他问很多问题 那我对 耐清德这个人 我印象深刻 后来 也见过几次面 我相信 在四个候选人当中 他的品德 应该是相对 比较 让大家放心的 那我想 他如果能够领导台湾 我想 对台湾的主体性跟主体意识 我们的杂根 应该是有比较大的帮助 你对 你觉得他对境界有了解 他最近 我看了很多场合 他在演讲的时候 狼狼上口 而且 没有看资料 所以我想他 很努力的在这一块 他已经让自己 有 有很好的准备了 是的 我在问的时候 我觉得他对 电 对水 他确实是有很多的掌握 所以我 我发现就是 过去困难对他来说帮助很多 好 那我们今天 非常难得 邀请到 财讯文化事业的董事长 这个 谢金河老谢 来这个做 整个 国际情势 包括国内情势的分析 我要希望大家收益良多 非常谢谢老谢 谢谢 祝你中秋快乐 感謝大家收看 收听 祝大家中秋快乐 好 那我们今天就进来到这边 感谢大家的收听 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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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